中央财政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没有可能考虑在未来一段时间 考虑发行应对灾疫的特别国债呢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从全社会来看的话 中国目前最大的一笔尚可动用的资金 应该说就是存款准备金 那么如果继续依赖商业银行这个渠道提供的流动性的话 它采取的措施无非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把这个流动性提供出来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相信原有的阻碍流动性进一步低贯的这些机制 一时半会很难有突破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考虑由财政出面 向商业银行发行特别国债 比如说它的规模相当于存款准备金 整个相当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点这样的一个规模 比如说一万五千亿的样子 通过这个方式直接把资金 低成本的资金转到财政这个口 然后由中央财政根据疫情 下发到相关的省份 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应对 可能会更加直接一些 而且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 你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是1.63 而目前你所要求的这个利率是1.6 这两者之间是比较匹配的 在这里的利率是1.6 4.6 4.6 6.6 6.6